女人说的这三句话其实是反话 当真你就该后悔了 都说女人心还理真 事实上真是这样吗 其实还真就是这样 女人心无法捉摸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她们常常说反话 如果你不能正确理解 轻则引发更大的矛盾 重则会导致分手哦 为了你们的幸福 女人这几种反话一定不要争取听哦 一我不想见你 我不想见你说明了什么 说明你让她生气了 而我不想见你 正是她在向你表达自己的愤怒之处 她的意思是 你让我很生气 生气到我都不想见你了 你要主动来找我 哄哄我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去冷处理 你的冷处理在一些女生看来 是不关心她的表现 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矛盾 二你不用管我 你不用管我 这句话就是要看具体语境的 如果她说放心了 你不用管我了 早点回去吧 这种情况你真的不用管她了 但是她如果直接说 你不用管我 根本就没有下文了 这是她在和你赌气 你就要反思一下 自己是哪里做错了 你如果信以为真 真的不去管她 那你多半会后悔的 还有几种情况下 无论女生怎么说 你都应该管一管 比如下雨天 她没有带伞 需要人接送的时候 她可能怕麻烦你 给你发消息说 你不用管我 但这时候她恰恰是希望你去管她的 三我没事 大家应该明白 女生很多时候话不会说的太满 除非她真的很生气 才会直接指责你 否则她对你的不满 大多是通过言语上的暗示来表达的 当你跟女生说没事的时候 往往代表她一定有事 只是这个事不算太大 她不太好说出口 希望你能反复追问她 让她把事情说出口 如果女生说 我没事 你就什么都不去想 直接将她晾在一边 可能对方本来是想跟你沟通解决的 却因此变成了想和你争吵 这时候你就该后悔了 所以为了你们的幸福 千万不要将女生这几种反话 正正理解哦 你们觉得有道理吗 也希望大家都能感情幸福哦